好 再来关注的是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的消息 自上个月完成了太空飞行并且成功返回之后 返回舱正在进行各项技术测试 那日前返回舱舱内布局首次对外公开 舱内现在是什么样的 来看本台记者的独家探访 这里是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总装测试厂房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刚刚回来不久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的返回舱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状态呢 跟刚刚返回地球时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中间的这一部分防热材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经过严重烧食后的这样的痕迹 而上下两部分叫做非密封舱这个结构呢 目前它的防热材料已经被取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边所携带的设备和零部件都非常完好 这也就直接证明了我们这次新一代载人飞船实验船 所要验证的高速载入防热技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此次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 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经受住了近3000度的高温考验 返回舱外层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全新防热材料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兼具载人和载货两种功能 舱体的左侧是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区 右侧是为了验证飞船载货能力而设计的货架和货包 通过开舱后检测 返回舱内饰表面状态和固定状态良好 实现了对返回舱分区设计的目标 此外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上还搭载了一套 时间触发以太网星载原型系统 实际上就是在试验船上搭建了一套 千兆级的高速智慧网络 将飞船上各个系统连通起来 进行统一控制 只要有一个智能的中端 可以设定温度 可以调整功能 可以改变模式 这样的话可以给航天员 它载轨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性 也为航天整个的 它的设备的这块的智能化和自主化 带来极大的好处